为了让民众到竹山游玩的时候 有更方便的停车环境 竹山正公所除了美化停车场的景观环境 同时也特别和业者合作 开发中山停车场 能用手机看停车及时近况 方便民众及游客轻松解决停车的问题 让民众直呼实在很方便 一打开手机上的类 找到parking go 手机定位 就可以马上找到竹山游中山停车场 是否还有停车会 那民众都称赞实在很方便 之前来竹山玩 大概车位都不太好找 那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 我觉得现在用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样我停车可能只要两分钟 我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个 我应该要去哪里停这样 让我在竹山玩起来是更加的便利 觉得最近竹山让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通过app就可以知道 马上就可以找到空余的车位 然后因为过去常常假日的时候都是满的 都不知道要往哪边停 然后现在公所有提供这种便民措施 让我们觉得真的很方便 为在竹山老机的中山停车场 是民众逛老机停车最方便的地方 为了方便民众快速寻找停车位 公所特别和业者开发 在手机上用累 就可以马上看到及时停车状况 为配合我们整个竹山镇的一个灯会到来 那我们把中山停车场做了一番的一个美化 各位可以看到除了美化之外 我们还有整个停车的空间的一个设计 就是一化 就是parking hall的这种设计 让游客来到竹山之后 就能够很方便找到哪边 有适当的一个停车位 就是我们为了迎接我们的竹山镇的一个灯会到来时 所设计的最贴心的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竹山 来到竹山会非常方便 现在是这次发达的时代 就算是人不在停车场 用手机就可以马上了解 停车阁的状况是越来越普及 这次中山停车场运用 也是竹山镇停车场 手势来尝试使用 希望有效提供当地民众及游客停车的问题 记者查志祺竹山采访报道